原标题 原名叫杨崇贵 他年少时很受刘崇的看重 刘崇以其为养孙 改名为刘继叶 刘继叶先担任保卫指挥时 以骁勇的称 以功声迁到建雄军结构史 由于刘继叶战功卓者 所向无敌 国人号称无敌 然而刘继叶在北汉三十多年的战绩 却淹没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 宋史和刘史军缺乏这方面的记载 宋史中提到宋军几次与刘继叶的交锋 全是以刘继叶的失败而告终 在续资质通建中 仅仅提到刘继叶在太原城头苦战防守 甚至北汉主刘继叶投降以后 还在坚持战斗 直到宋太宗派刘继叶新自着降 刘继叶才大哭结贾归降 同时期的九国志曾经记载过刘继叶的功绩 但是遗憾的是其中关于这段历史的 记载没有流传到今天 辽史中有辽江耶律协诊泽问杨叶说 如与我国脚胜三十余年 今日和面目相见 可见刘继叶在北汉时期主要的对手是辽国 虽然北汉一直臣是辽国 但是处于强势的辽国经常侵略北汉的边境 刘继叶为北汉守边 估计经常与来犯的辽军交锋 虽然规模不大 但三十余年未处下风 这样的经历让刘继叶积累了边防的丰富经验 宋太宗素知刘继叶威名 授予他左领军大将军郑州防御史 刘继叶归宋以后 赴本新娘三名业 后来杨叶因公升云州观察时 以后辽国望见杨叶的惊奇就不战而走 首边的主将纪杨叶威名 屡次向宋太宗上书 诽谤杨叶 宋太宗封其奏交给杨叶 以表示对杨叶的信任 雍西三年 宋太宗派出三陆大军征讨辽国 其中攀美为西陆军主将 杨叶为副将 起初各路进展顺利 杨叶一路夺取了辽国的环 朔、云、殷四周 攀主力军中陆曹兵实力 宋太宗命令各路人马 班师后又命盘梅等率领大军 将收复四周的民众迁移到内地 此时 辽霄太后又领兵十万夺回环州 杨叶爱民 认为当务之急在于互纵四周人民迁移 现辽以大兵压境 应避免与之正面冲突 监军王身不懂军事 反而斥责杨叶贪生怕死 最后杨叶力争不果 只能冒险出击 他和攀美做了约定 在陈家谷口埋伏人马 万一兵败也好救援 杨叶出兵后不敢轻战 九云回环 攀美与王身以为辽军败退 欲抢功劳 竟率军离开谷口 来会杨叶 此时杨叶已败退 攀美奸是不妙 继臣家谷口逃走 杨叶且战且退 致谷口已傍晚 本以为伏兵四起 定杀辽军的措手不敌 不料尽空无一人 杨叶无奈 只得率众守住谷口死战 此时杨叶之子杨炎玉也已战死 部下也仅剩百余人 杨叶之必死 叫部下散了 自己死守 杨叶宿吕士族同 甘苦 无人愿退缩 最后 全部壮丽殉国 无意生还 杨叶身受重伤 仍杀敌数十 最后 因马受伤被俘 杨叶宁死不拘 后绝食而死 而非戏剧小说 中的壮死在李灵碑前 杨叶死后 朝铁一份 宋太宗消去攀美三个虚贤 王申被开除军级 杨叶有七个儿子 除杨炎玉战死外 杨炎招及杨六郎 曾长期在金河北地区与辽作战 他所驻守的宝州金河北宝定高阳关离三关口很近 杨六郎之子杨门广 曾抗击西夏 后来也在金河北地区抗辽 宋时有杨叶 杨炎招传 至于杨门旅将 不见史料又在 是否真有其人 就不得而知了 杨家将故事发生在北宋初年 在北宋中议 就已迅速流传于天下 北宋这名文学家欧阳修的 《贡备库父使杨君墓志明》中写道 父子皆为名将 其智勇号称无敌 至今天下之事 至于理而言术 皆能道之 这里的父子就是指杨叶和杨炎招 这位公被库父使杨君 叫杨齐 其祖父是杨崇勋 杨叶是其伯祖 另一位名列唐宋八大家的 招名人物苏哲 也写过一首《郭阳无敌庙》 苏哲也是北宋人 给杨叶去世的年代并不算太远 他的诗从另一个侧面 证实了杨家将故事在宋代的影响力 到了南宋 民间一人把杨家将故事编成了画本 采民间越传越盛 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南宋移民徐大卓所招的《禁鱼录》 创造出了杨宗宝 还构想了杨家父子舍命救援宋太宗的情节 到了元代 杨家将故事形势又有新拓展 出现了杂剧 比如《浩天塔梦》《梁道古》等 到了明代 杨家将故事进一步丰富 出现了杨家将演绎 杨家将传 杨家将故事一小说 评书的形式广泛流传 这些故事反映的时间跨度加大 从宋太祖赵光印登基 一直写到宋神宗赵虚 约一百年的历史 编撰了杨家祖孙世代抗敌的英勇故事 明朝中后期 杨家将成了借古严金的最好例子 民间艺术家在传说和戏曲的基础上 改编出历史演绎小说 如明代季振伦的杨家将通俗演绎 加上清代熊大幕的《北宋志传》 这两部书使了杨家将故事定型 为后来的戏曲和说唱文学 提供了丰富素材 明清两代戏曲舞台上 以梁家建为题材的剧目 就有三六零出之多 直到今天 京剧和其他地方剧种 还经常上演四郎探母 木贵英挂帅等剧目 这些小说和戏曲 虽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 但英雄传奇的精神不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